你現在聽的是懸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 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 幫助你和你家人 能夠認識多些 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Diana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海爾蒙特替代療法的癌症危機 我知道在90年代開始 西方醫療是提倡用那些 海爾蒙去給那些 更年期的女性吃 是讓她們可以年輕一些 或者是可以預防 心臟脆弱 骨質疏鬆 或者甚至乎是 預防癌症 究竟是否真的呢 袁醫生 我相信大家都記憶猶身 譬如有些人家人 都可能都記得自己 媽媽 譬如到筋炎期間的時候 都很輕服用一些荷爾蒙藥的 是啊 那她當時的想法就是 我吃了之後 起碼我會保持青春 因為筋炎期間是一個 一個老化的 一個炎長的 一個理程碑 可以這麼說 那很多人都想著 我便繼續補充一些荷爾蒙 令到我不會有荷爾蒙不足 而進入筋炎期 那其實某個程度上 她們就想著 將筋炎期可以拖慢些 但是你知道 遲早你一定要經歷筋炎期 但是當時 除了她們 因為始終 荷爾蒙藥又不是便宜 也都是要連續用好幾年的 那也一定有危險的 但是她們當時發熱刮了 很多原因 令到一些人是會用的 那其中我最主要 剛才所說 會令到你更加年輕 對 不會跟延期 不用跟延期 拖長一點 那也都可以預防 心臟病 和骨質鬆疏 甚至乎 甚至乎是癌症 好了 那這個是說 九年年代發生的事 但是呢 到2002年左右 很多研究 開始慢慢地發覺 我們一般人以為 那個荷爾蒙處理根應期 是有很多風險的 即不是他們 我們以為這麼簡單的 好了 那雖然這些資料 陸續地透露出來 但是呢 始終很多人 都仍然是 我認為是死眼派 是的 都認為呢 這些荷爾蒙是沒有問題的 那也都希望呢 這些資料呢 就不要讓那麼多女性知道 免得嚇怕他們 但是大家呢 如果你身心知道明白呢 其實這些這樣的荷爾蒙藥 是很危險的話呢 其實女性應該有權知 是吧 即是你不可以是隱瞞他們的 那可以呢 那當時呢 其實呢 有很多很多的科研 就開始呢 就推翻了 這個荷爾蒙的 絕利根應期 這個 那個 那個 好處 其實是很多問題的 那差不多 他們當時所說的 那樣東西呢 全部都錯的 那這個資料 其中一個大的大的研究 就是一個國際的 我們叫做 International Position Paper On Women's Health and Menopause 那這個呢 我想直譯它是 國際女性健康和根應期的立場書 那這個立場書呢 是誰出錢做的呢 就是美國國立那個疾病控制中心 我經常都說CDC 香港都聽過 經常都說美國的CDC 說什麼 那他們就出了一個報告 那這個報告是有 包括作者裡面 包括28個醫生 和科學家 美國 從美國 意大利 瑞典 瑞士 澳洲 這些這麼多國家的科學家 和醫生都說 他說呢 雖然 這些荷爾蒙藥 是可以舒緩 根應期的那些潮熱 或者是晚上出汗 這些問題的 那但是呢 最近的研究呢 開始是懷疑呢 他知能不能够處理心臟病啊 或者 老人痴癌 歐斯瑞 或者情緒低落 或者是骨質疏鬆 這件事呢 其實這件事呢 是已經很多 很值得懷疑的 是不是呢 已經很多人指塵出這個問題了 其實呢 其實呢 當時呢 女性為何用荷爾蒙藥呢 其實主要的原因呢 是 處理那些 那個 根應期出現的潮熱 Hot fructus 當然呢 有些情況呢 有些女性呢 是潮熱 是很困擾的 周星人的火氣突然之間 熱熱 紅色 然後飆汗 但是始終呢 這些是 所謂不舒服的 這些 根應期的症狀呢 他本身呢 都不會持續很久的 一般來說呢 最多是維持兩年的時間 是不是 那好了 那為了這些 這樣的 短暫性的 潮熱的不適呢 值不值得呢 用這些荷爾蒙藥呢 是製造這麼多的危險呢 是不是 那我知道 其實這個 荷爾蒙替代療法呢 其實六十七十年代 那時候已經有了 那他們初期那時候 是開始原用那個 只是癡激素 去給那些 更年期的女性 那但是後來發現原來 會產生很多問題 那例如是 乳癌啦 或者是子宮內膜癌 那樣的 那後期他們 用了另外一個配方 就是加了那個 刺激素的 那其實那個問題 是不是減輕了呢 那早期呢 就是當他們開始發現一下 那如果只用刺激素呢 就會引發 就是會導致下乳癌 和那個子宮內膜癌 那樣的 那樣的問題很簡單 我們應該用另外一個 荷爾蒙呢 是來到 來到製痕它 那於是呢 他就用了 叫做 製痕了 那製痕是一種 是一種 叫做 人激素 其實呢 和那個人腐呢 在懷孕期間呢 會出現一些荷爾蒙 我們加起來呢 其實這個問題呢 就應該就可以 處理得到啦 那這個問題 只不過是因為 那個刺激素的問題 那當然啦 那我們都知道呢 早年呢 我們都是這樣想 那但是後來呢 發現呢 那刺激素呢 已經大家知道了 國際上的所有醫學家 科學家都知道了 是 是致癌物質來的 那但是最後發現呢 連那個 那些人激素呢 原來都是 是致癌的 致癌的物質來的 那 那因為我們 我們 用很多 那些叫做 避孕藥啦 那避孕藥裡面呢 都用很多 那個人激素 那 那發現呢 在 避孕藥的 研究裡面呢 發現呢 這個這樣的人激素 就是 本身呢 已經可以導致 我們那個 乳房細胞增生的 嗯 那所以 一點都不奇怪啦 我們知道呢 如果加起來用 或者 就是 接著來用 比如 避孕藥這樣才用 痴激素 然後某時間用 那個人激素 那 就是加起來用 或者來到一個 一個 一個時間配方 在那個 避孕的時候這樣用呢 都發現 都有問題 那其中一個 的研究呢 就研究一些 疾孕藥的女性 那 有 就是 有些是有 有些是沒有乳癌的 那一半呢 就會用一些 叫做 那個 荷爾蒙的替代的治療 那 發現呢 如果 那個用 用者呢 是用多過十年 或者以上的話呢 他那個 他那個 患乳癌的危機呢 是增加了 五十一個 百分之 的 嗯 很多 是的 那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 只是用那個 刺激素呢 其實不會增加那麼多 嗯 只不過 因為你加起來 其實更厲害 OK 好了 那其他的 荷爾蒙的治療 我曾經所說 是那個 避孕藥 其實避孕藥呢 都已經 一早已經證實了 是會增加乳癌的危機 那麼 你可以看到 現在女性的癌症那麼多 那麼 很明顯呢 現在的避孕藥是很普遍用的 那麼 加上呢 這個我們叫做 荷爾蒙的 那個根源期荷爾蒙藥 那也是一個問題的 好了 那之後你可以看到呢 因為 乳癌 那個 那個 增加率呢 是跟我們用荷爾蒙的 可以說呢 是 息息相關的 那麼 雖然呢 有些人說呢 這個都不可以說 它是一個 就是那個因果 那只能夠是 是相關 那但是呢 有位 有位醫生 Dr. Alan Grant 就說呢 他不是的 因為呢 在1970年 年尾期 以及1980年的早期呢 因為很多人已經聽過 關於 這些荷爾蒙藥的問題 所以有些 有些 警告 是關於那個 荷爾蒙藥會引發 那個血泉 血泉塞 還有那個癌症 乳癌的比率 那麼 於是乎呢 很多人呢 就開始停止用這些荷爾蒙藥的 而同時呢 你也看到呢 這些這樣的癌症 是同時減低的 那麼 所以不可以說是一個相關 但是可以說是因果的 那麼這位 Dr. Alan Grant 就看到了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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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呢 在70年代早年 那麼 很多人都開始 用這些這樣的 加起來 那個人激素 那麼 那麼 但是結果呢 就很多研究 慢慢看出來呢 基本上呢 都是沒有幫助到的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真正保護的作用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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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呢 是更差的 那麼其中有一個研究呢 就是美國護士健康研究裡面呢 發現呢 就 如果你只是用癌症激素呢 你那個增加癌的比率高了 高了31% 但是呢 如果你加上 加上 其實那個問題呢 更加大 是啊 單獨 好了 那麼 還有整個來看 那麼 他說呢 如果一個女性用荷爾蒙 多過5年以上的話呢 那麼 增加癌癌的機會呢 是比那些 從來沒有用的呢 是多了46%的 嗯 OK 那麼 好了 那麼 這些資料很多很多的 那麼 另外一個數據呢 就來自美國的 那麼 這個一個叫做十一言的 Iowa 的 Women Health Study 當時呢 在Iowa州啦 那一個十一言的研究啦 那麼 當時呢 他就隨機呢 就是跟進三萬七千一百零五位 啊 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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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用這些荷爾蒙的增加 危機 是會幾多 那麼 他當時呢 就看三種的癌症的 一種呢 就是 一種是 糧性的乳腺癌 那麼 另一種呢 就是 惡性的乳腺癌 那麼 另外一種呢 就是 一種 擴散性的 的癌症 那麼 但是呢 這種的擴散性的癌症呢 都是被認為呢 是那個 乳後呢 是不錯 即是說 都都醫得到的 好了 那麼 就跟進三種的癌症 那麼他結果呢 發現呢 如果用這種的 用那個 荷爾蒙的 替代的 療法的女性呢 他 增加一種 我只知道 有一種叫做抗散性的癌症 雖然可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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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屬於抗散性的癌症呢 會增加四倍半 那麼多 哇 如果女性用那個 荷爾蒙的替代 用四年 或者少於五年 五年 五年 或者少於五年 那麼呢 都有八十一個百分比 增加的機會呢 會出現這些 雖然慢一點的 慢成長的癌症 醫得好的癌症呢 但是呢 都會增加到八十一個百分比 就是比較一些從來沒有用荷爾蒙藥的 OK 那我曾經說 是用五年 或者 或者 少於五年 如果那些人呢 是用荷爾蒙藥多過五年呢 也都會增加那個機會呢 多過五年呢 是增加到兩倍半 嗯 就是少過五年呢 就八十一個百分比 的增加 但是如果你多過五年以上呢 是增加了成兩倍半的 OK 好啦 那現在是 現在講到乳癌了 那麼其實呢 很多研究發現呢 其實很多其他的癌呢 都是跟這個的 就是這個 這個賀爾蒙那個 那個那個 有關的 那麼其中有一個研究 一個很大型的研究的 那麼他分析了全世界的 那些乳癌的資料 那麼他就根據呢 是十六萬的女性 那麼他平均呢 平均一個女性 如果用那個賀爾蒙藥是十一年的話呢 那麼他那個 增加那個癌的機會呢 就是每年遞增2.3% 每年遞增2.3% 如果用這些賀爾蒙那個補充 那個取代的治療的人呢 如果是五年或者以上呢 他會增加他的癌那個機會呢 是增加了35% 那麼這個是一九九七年 我剛才所說的這些數據呢 其實全部都是醫學雜誌的資料 我沒有說每一次哪個來源 我都沒有跟你說 但是呢 其實呢 全部都是根據這些醫學雜誌的來源 來的 OK 好了 那麼雖然呢 他們說呢 是 我埃華的研究 他說呢 你是增加了這種癌症 但是呢 這種癌症呢 通常呢 都是治得到那些的 雖然是有蔓延了 但是能治得到的這樣 但是呢 你是這樣說呢 那都不是代表用這些賀爾蒙藥呢 是有一種保護作用的嘛 是不是 增加三個又一個增加了這樣 那你不可以說這個有任何的保護作用 雖然能治得到 那麼好了 那麼有一種分析 為什麼這些能治得到呢 因為做這些這樣的賀爾蒙 吃這些賀爾蒙藥的那些女性呢 通常呢 他們都會做定期早些的檢查 那麼他有機會可能是 但是吸引草呢 就能檢查得到 那麼可能做了些事情 那就減低他那個死亡的風險 那但是始終呢 他是增加癌的 的機會是多了的 那麼有另外一個在美國的 國立癌症機構 做過一個研究 那就是跟隨4萬6千的健康的女性 就是用著荷爾蒙藥的健康的女性 的時間呢 是1980年到1995年 這個15年的期間呢 那麼他發現呢 這個是一個大的研究 發現呢 如果女性用一些 就是那些 痴激素 人激素 組合的人呢 在 在當時研究呢 那個研究期間的 過去那4年裏面呢 那麼他也都會增加那個 那個乳癌呢 是40% OK 那麼是多過呢 只是服食痴激素的 那麼之後 你可以看到呢 這種這樣的 就是 組合 就是加上兩隻食呢 其實呢 是比當時發現呢 只吃痴激素的問題的 那麼還有一件事發現呢 如果那個女性 是比較瘦一點的女性呢 他們呢 比肥胖的女性呢 他們患乳癌的機會呢 是原來更加多的 就是更加 更加高的 好了 那麼我們曾經說是乳癌 那麼其他的癌症呢 例如子宮腦膜的癌症呢 還有卵巢癌 的卵巢癌 現在已經是 這些癌症都是多了的 那麼早年呢 發現呢 他說呢 如果你女性服食痴激素 就不是當鼻孕丸這樣吃的 只是說痴激素呢 那他發現呢 他會增加那個卵巢癌呢 外皮卵巢癌 就是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是增加了20% 就是比較一下 就是那些從來沒有吃 這些荷爾蒙藥 這些痴激素 荷爾蒙藥的 那麼呢 如果你用那個時間呢 是五年到九年之間呢 你那個危機呢 可以這樣說 是雙倍了的 那麼呢 如果你用那個那個 那個 劑量呢 是肉都大的時候呢 都是會 就是會 會增加 double 就是用五年到九年 那麼劑量大了 這樣子 也都會那個危機呢 是雙倍的 好了 那麼另外一個美國 又另外一個美國研究呢 發現這些 就是致命的 卵巢癌 就是卵巢癌 那麼呢 他呢 當時呢 他就跟進了24萬的健康的女性 OK 那麼曾經會用過 就是他曾經用過那個那個那個 刺激素的荷爾蒙呢 那麼他發現呢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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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在卵巢癌的危機呢 是增加了15% 嗯 就是 總之你是用過的人呢 都是增加了15% 好了 那麼 如果你用一下 用那個那個刺激素呢 用六年到十年呢 就有40% 死在卵巢癌 就是增加了40% OK 那麼如果他用荷爾蒙呢 用多過11年的話呢 那麼他那個危機呢 是增加了71% 那麼這個是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995年的數據來的 是 好了 那麼另外一個數據呢 這些就是 讓你知道呢 其實是真的很多的 那麼 那麼在美國癌症協會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那麼他呢 就開始呢 跟進20萬的女性 沒有病的女性 嗯 跟著他14年 觀察他們呢 那麼他們的結果呢 就發現呢 如果吃過這些刺激素的荷爾蒙呢 如果十年或者以上的呢 他們呢 他們呢 他那個死在卵巢癌的機會呢 是相配了 嗯 OK 那麼好了 那麼 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說呢 他發現呢 這個危機在這裡 雖然呢 你停止了 譬如你有問題 停止了 不再吃這些荷爾蒙藥 但是呢 發現呢 那個卵巢癌那個問題呢 那個死亡呢 是雖然你停了這個藥呢 停了29年左右 原來那個危機呢 還是有在那裡的 那就是說呢 不是有時候你一停了呢 那個危險呢 就沒有了的 其實還會在那裡的 嗯 那麼在九十年代那時候呢 那醫生都會說 荷爾蒙替代療法 是可以預防那個心臟病的喔 那因為 其實 心臟病是 女性的頭號殺手啦 那所以有些女性都會 用這個荷爾蒙替代療法 去預防這個心臟病的 那究竟 是怎樣的呢 那很明顯 就後來呢 他就將那些 那些荷爾蒙藥的好處 一直這樣加 是吧 那到九零 大概應該九零年代 那他就開始發現 咦 不是喔 原來可以預防心臟病喔 那大家知道啦 原來心臟病是女性的頭號殺手來的 那可以這樣說呢 那最跟著的跟著的研究呢 發現呢 其實就不是這樣一回事來的 他說完全沒有足夠的資料 顯示到呢 在健康的女性來講 這些這樣的荷爾蒙藥呢 會有預防的心臟作用 那雖然呢 很有趣的 他發現呢 如果你服食這些荷爾蒙藥呢 似乎呢 可以將你那些 我們叫壞的低濃度的膽護唇 降低了 那 但是也可以增加一些 好的高濃度的膽護唇 就是高濃度的膽護唇 那大家一般人的認識都是 好的膽護唇膏就有保護作用 壞的膽護唇膏是不好的 而事實上呢 發現用這些荷爾蒙藥呢 是起碼在膽護唇方面 似乎應該是有幫助的 OK 但而結果呢 發現其實不是喔 其實沒有關係的喔 沒有幫助的到喔 那不單止是呢 還有呢 是有些情況之下 會增加一個女性的風險的 好了 那 開始發現呢 有些女性呢 一吃了荷爾蒙藥之後呢 她那個心臟血管問題呢 是即時出現的 那 發言呢 原來荷爾蒙藥呢 是有時候呢 可以導致我們那些三金油脂 那些三金油脂呢 是證實呢 是傷害我們那個心臟的 會增加這個三金油脂 還有呢 它會增加我們一種 一種蛋白質 叫做C Reactive Protein C Reactive Protein C Reactive Protein 是一個指標來的 指標是說我們身體呢 有一種系統性的發炎 那當然呢 當我這個C Reactive Protein 是越高呢 我們知道呢 我們心血管的發炎高了 那心臟病也會高了 那發現呢 好了 這些荷爾蒙藥呢 是會增加這些不好的東西 是吧 雖然我之前說 它好像將蛋白醇那方面呢 好的蛋白醇增加了 壞的蛋白醇減低了 但是呢 其他不好的東西 其實它增加了 那這個可能呢 是可以解釋了 解釋了這個問題了 那 好了 那 第一個研究開始 引致我們開始對這些 這樣的 荷爾蒙藥 保護心臟 這種說法 作出懷疑呢 就是哪裏呢 有一個研究呢 叫做 Heart and Estrogen Replacement Study 心臟和刺激素 替代研究 我們簡稱叫做Hers H-E-R-S 這個呢 是JAMA 1998年 已經說了 出現了 那 好了 那 原來呢 在這個研究呢 他們呢 就有HERS 就開始 出現了 即是用一些 我們叫做 對照組 有Pacebook Study 還有很清楚的 最終是怎樣看呢 有沒有病出現 有沒有死亡 那他發現呢 如果你吃一種荷爾蒙的藥 叫做Pram Pro 那 最終最終呢 是比較那個 所以安慰藥來說 其實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大幫助的 反而來說呢 是早期吃這些荷爾蒙藥呢 是會導致心臟病呢 是增加了50% 高過的 尤其是第一年 四年裡面第一年呢 但是 最後來 是大家都一樣 高翻了的 那就是說呢 這個HERS的研究呢 是全部推翻了這方面的說法的 嗯 明白了 這一節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那稍後回來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荷爾蒙替代療法的癌症危機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荷爾蒙替代療法的癌症危機 那袁醫生啊 除了心臟病 那方面有問題之外呢 那其實這個荷爾蒙替代療法 還產生什麼問題呢 那我曾經所說的那個Herser這個研究 那發現呢 原來呢 這些荷爾蒙藥呢 是增加的危機呢 不只是心臟病裡面增加了 原來其他呢 一種叫做血泉塵 Thromboembolic 就是血管血泉塵 那些問題呢 會增加多少 會增加三倍呢 哇 現在很多人都是女性 其實都已經知道了 來到血泉塵的問題呢 是增加三倍 膽囊啊 就是我們那個肝膽的問題呢 膽囊的問題呢 也都會增加38% 可能膽囊的問題呢 未必是膽囊的問題 可能膽囊的問題呢 那還有呢 那個那個心臟那個 死在心臟呢 是增加了24% 那因為這個的研究呢 是不只是看 不是只是看你的指數 就是不只是看你的那個 好的膽囊 壞的膽囊 我已經講到呢 最終最終你患什麼病 這個很不同的 就是有沒有死度 那這個呢 就跟你只是看過指數了 那就是有人說 那既然呢 那就是他一個藥 可以減低那個低濃度的壞膽囊 增加高濃度的好的膽囊 但結果呢 也都導致那個心臟衰竭 甚至乎死亡 那問題出了什麼呢 那其實我們看東西呢 要看廣泛一點的 知道嗎 我們有時候呢 用那個 譬如好像用一些 荷爾蒙藥呢 是來處理這些 預防心臟病呢 就好像用一個大鎚 是是 不斷地搏一些積木裡面的 但是你搏那個地方 是搏錯了的地方 嗯 那就是有其他的 的因素的 好了 另外一個研究 叫Astrogen Replacement An Afro Sclerosis Study 那就是呢 那個刺激素 退代 替代療法呢 以及我們血管硬化 那他呢 那他這個另外一個 一個大型的研究呢 發現呢 對付那個 那個灌動物 就是那個心臟的動物 血管的硬化呢 就是 就是說那些 那個筋營期 筋營期的女性 那發現呢 是對 他用這些 吃這些 這樣的 避孕藥 譬如Premaline 那個 荷爾蒙藥 還有Prempro 或者吃 那個安慰藥呢 其實呢 對我們心 心臟血管 那個問題呢 其實呢 完全是沒有 任何的 保護的作用 OK 好了 那大家看到呢 其實那個問題呢 是不斷地 不斷地 重複重複出現 在 2000年下 4月份 那 就 那 也都有一個 研究呢 就是 用那個 Premaline Premaline 是一種刺激素 用馬尿做出來的 還有Prempro 或者用安慰藥呢 那 他發現呢 是 早期那個 那個癌症呢 是有少部分增加了 還有中風增加了 還有呢 在肺裡面 有血泥 血泥出現 在肺裡面呢 都吃這些 荷爾蒙藥的人呢 是會增加了 所以 血泥這個問題 我剛才所說呢 是不是增加很少 是增加成 三倍嘛 那這個是很 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可以感覺是 很厲害的 OK 好了 那另外一個 最近代的研究呢 那他當時呢 就是研究什麼呢 一種薄血藥 那有兩種薄血藥 那有兩種薄血藥 一種就是Wolfarin 還有一種呢 都聽過的 就是阿時不靈 那當時呢 其實呢 他們是研究 這兩種的薄血藥 那來看看呢 如果一個人 一個女性 如果用著 荷爾蒙藥 或者不用荷爾蒙藥呢 在各方面 有什麼 的分別 那樣 好了 他發現呢 很有趣的 很多時候呢 很多時候呢 當一個人呢 如果有心臟病之後呢 醫生很多時候呢 就會用薄血藥的 很流行的 因為你 就是當作一種預防 那樣 那所以當時的研究呢 是研究薄血藥的 和心臟病的關係的 但是呢 被他們發現了呢 如果一個女性呢 心臟病之後呢 就開始用這些荷爾蒙藥的話呢 他們出現 冠心臟病 在兩年之內出現呢 是 更高於 心臟病未發之前 在吃荷爾蒙藥的 大家明白嗎 因為呢 大家一種想法呢 就說呢 那個血濃啦 所以導致那個 那個 冠心臟病 就堵塞啦 有心臟病發啦 那所以呢 他們會用阿時不靈 或者用Wolfaring的 但是既然說 嘿 那荷爾蒙藥 可能也有這個幫助啊 那不如試試呢 當你心臟病 冠心臟病出現之後呢 的女性呢 就不如試試用那個 荷爾蒙藥來醫療 那發現呢 不行了 用這些荷爾蒙藥 就是說呢 你心臟病之後 你才開始用荷爾蒙藥的人呢 他在兩年裡面呢 他那個 那個 心臟病的危機呢 是更加多過一些 是 本來已經吃開的藥 還衰 還衰 那就是呢 平時已經吃開的那些 比較一些 出現心臟病 再吃荷爾蒙藥呢 其實呢 不單止沒有保護作用呢 是 比較上呢 那個危機還高了多少 高了44% 的 那所以呢 最終最終 美國那個心臟學會 是 已經開始 已經跟 勸議那些醫生呢 就是 不要用這些 荷爾蒙藥呢 是來到 處理這些 所謂 心臟血管的問題了 即是說呢 已經是很清楚 證實 是無效的了 那我們都知道 那個避孕藥呢 是會 增加那個中風 和血泉全失的危機了 那這個更年期的 荷爾蒙藥呢 會不會有同樣的危機呢 那大家都知道 那個 被人藥的問題 的 動中風的關係 那我先和你分享幾個研究 那其中一個 一比較細型的研究 在牛津 牛津有一個叫做 Radcliffe Infirmary 那一個一個 一個治療中心 一個比較細一點的 一個診所裡面 那他也都發現呢 如果女性 用那些根源期荷爾蒙呢 是會增加 她那個血泉全失 會會會會增加的 尤其是那些 新用家 或者短暫用家 也好 那當時呢 他研究了135位女性 那他的結論就是 用這些荷爾蒙那個 那些人呢 是 導致我們叫做 靜脈全失 那個問題呢 是會高了3.5倍的 這個非常之大 好了 那另外一個 在波士頓大學 不是英國 在美國 波士頓大學的 一個醫療中心呢 那他呢 就分析了210位的女性 那他們將這個風險呢 是大概是估計 大概3.6倍的 那如果那個劑量呢 是增加的增加的話呢 這個風險是會相應地增加的 那譬如一個女性用的劑量呢 是1.25mg 在一天這樣用呢 或者用多些呢 原來他那個增加的風險呢 是差不多增加到7倍那麼多的 相當多的 那再提回 那麽剛才我們說過的 HIRS 的研究 那他們都發現呢 都有那個 有這個中風的風險 那如果那些女性用一個 就是我們叫做混合劑 混合的 Extrogen Progesterone 混合的荷爾蒙呢 那在4年的跟進裡面呢 發現呢 他增加這些的致命性的中風呢 是增加61%的 而沒有致命性的中風呢 增加18% 那其實中風就肯定是增加了的了 嗯 有些更年期的女性 因為潮熱啊 那些不舒服呢 會覺得情緒低落啊 不開心這樣 那他們吃了這個 這個更年期 可以蒙藥之後 會覺得有好轉 那其實是否對他們 真的有好處呢 是的 那這方面呢 都很多人都不太知道的 原來呢 在一個 另外一個研究呢 是在英國的研究來的 那他就跟進了 4萬6千位女性 那他用那些口服被孕藥 用了25年左右 那發現呢 不單止那個 情緒方面 不會因此要開心了呢 其實呢 還發現呢 很多出現那些抑骨症 和呢 是企圖自殺的 那而因此呢 還有呢 是因為意外 或者暴力的死亡呢 其實還增加了的 那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早期 我們開始看到一下 就是為什麼這些 這樣外伏的荷爾蒙 會導致情緒低落呢 抑骨症呢 是早年都是因為 我們在那些口服的 荷爾蒙藥那裡 可以看到出來的 那其中一個呢 在Oxford 是牛津的研究 那發現呢 他說呢 避孕藥的人呢 是因為企圖自殺 入醫院呢 是四倍於 不是用口服避孕藥 只是用那個diamine 即是那個 那個避孕圈的 避孕圈的 避孕圈的 或者呢 兩種避孕的方法 用口服避孕藥的人呢 就是因為企圖自殺入醫院呢 是四倍於 用另一種方法避孕的 大家都說避孕了 這樣就能看到呢 那個那個關係啦 那另外一個 英國的研究 那發現呢 就用這些 那個 知激素的女性呢 他們 自殺死亡呢 是差不多是 兩倍半 就是 比一些不吃 荷爾蒙藥的呢 是兩倍半 那麼 那麼 在這個跟進期間呢 幾年前跟進期間呢 那麼 然後 也有 一百一十二個女性 是死亡的 因為這些是自殺死的 嗯 那就是說呢 是很危險的 這些藥呢 不單止是不令到你開心呢 其實是令到你更加差的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用一種 這個很特別的研究呢 就是用一種叫 Norplant的 Implant 即是呢 它不單是不用吃了 它直接呢 是埋藏在皮下的那些 這些荷爾蒙啦 那有一種叫做 Norplant的 Implant 那有一種叫 Levonorgestrel 啊 啊 Levonorgestrel 那這種 一種 一種激素來的 一種荷爾蒙藥呢 那發現呢 這些這樣的藥呢 是會導致呢 是很嚴重的抑鬱症 啊 那所以 香港呢 這些啊 後來的研究呢 都發現呢 那個人激素呢 是會增加 一些人的焦慮 和情緒低落的 那香港呢 我都經常都聽過 我認識一些女性 都知名的女性呢 都有出這些問題的 那其實 有沒有人想過呢 其實這些 這些情緒低落 是和你的口服的鼻孕有關的呢 是吧 那你在外國已經看到呢 這藥呢 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那剛才袁醫生你所說的那些 都是一些慢性病來的 那其實會不會 令到人即時死亡的呢 這個荷爾蒙 你問得非常之好 很多人都沒想到的 那原來在英國呢 有一個 我叫做HELP LINE 就是救助熱線 就是那個 我叫做根源期的熱線 那他當時呢 他就開始去探討 就是有沒有人呢 是用了這些荷爾蒙藥呢 是即時死亡呢 原來有的 那他也都記錄過很多 這方面的個案 那其中有一宗呢 就是講一個 一個男性 他呢 就是因為他的太太呢 是吃了這些 用了這些這樣的 根源期的荷爾蒙藥呢 在六個星期之後 立刻死了 那於是他就告那個藥廠 那庭外和解啦 都知道永遠都是這樣 庭外和解啦 就是給你錢 這樣就撒了你的嘴巴 那好了 那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求救熱線 可以這麼說 那另外一個女性呢 在Cumbria 這個地方的 發現呢 他用過荷爾蒙藥呢 用第二輪呢 就九個天之內呢 立刻死了 那另外一宗呢 在一個地方 Bermouth Bermouth 就是有英國的地方 有一個女士呢 因為吃了這些東西 就直接昏迷 那可以這麼說呢 其實 在英國有這個熱線呢 這叫做 Menopausal Helpline 在倫敦 這個地方 Menopausal Heart Helpline 在倫敦 一直在看這些 這樣的個案 因為他發現很多時候 就會 那些人會有癌症 血泉塞 中風 發洋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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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一個可能性 高血壓 截肢 沒有了腳 痕癢 燒 輕熱 還有很多很多其他 這樣的副作用 這個 這個 HELP Hotline 都可以這麼說 都是記錄著的 那我剛才說的那些人呢 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因為 可能你的身體 已經某種因素 已經去到臨危邊緣的時候呢 你突然之間 再加多一個這樣的 荷爾蒙的衝擊 就即時死亡 但是有些人呢 就不是即時死亡的 因為成這樣呢 是慢慢慢慢後遺症 出現了 這些剛才所說的 後遺症呢 是非常之嚴重的 後遺症 原來更年期的 荷爾蒙替代療法 是有這麼多問題的 那袁醫生 我們有些什麼 自然又有效的方法 去取代這個 荷爾蒙替代療法呢 是啦 那你就知道了 荷爾蒙那個 荷爾蒙有這麼多副作用 那其實在自然醫療裡面 其實有很多很多方法 那第一呢 我們需要知道 就是我們要了解 荷爾蒙在女性 是一個扮演過什麼的角色 那其實很多時候 一人對荷爾蒙那種 那種形式呢 或者一些恐懼 也都會某個程度上 影響她呢 接受根原期 這個女性必經的過程 那所以呢 我們第一 要了解 這方面的資料 我都見過 也都有這方面的書籍呢 是講一個女性的 一生裡面的過程裡面的 身體上的變化 那所以這個有正確的形式 第二呢 我們要了解我們的腎上線素 如果腎上線素是健康的話呢 其實我們會幫我們身體 是製造一些根原期 需要那些所謂的痴激素 就是痴激素 不是只是那個卵巢 那裡去做出來的 其實其他地方呢 身體有其他器官 所以那個腎上線素很重要的 那當然呢 如果我們經常有很多壓力之下 那令到我們的腎上線素萎縮 那如果壓力之下呢 我們身體是太過忙於製造這些這樣的 我們叫做 就是外皮層激素 即是荷爾蒙 而沒有時間去處理其他荷爾蒙 所以呢 我的腎上線素是很重要的 那我要保護腎上線素 減低我們生活的壓力 那其他的營養素 譬如鈣 還有維他命D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亦都需要夾 夾2-3克一日 還有一個叫做Pantophanic Acid Pantophanic Acid 也是維他命B5 維他命B5 所以分量是25-100mg 每日的 那所以在這方面呢 應該增加它 那我們知道 維他命B5 Pantophanic Acid 如果是缺少低的時候呢 我會容易疲勞 頭痛 睡覺 睡得不好 作悶 胃不適 那其實你身體也需要 維他命C 維他命B6 星 和尾 這些是幫助我們的腎上線素 製造荷爾蒙的 好了 還有一個就是Boron Boron 可以幫助我們骨質鬆鬆 這個問題 那對於這些 根源期的女性 是幫助我們 Boron 幫助我們製造多一點 本身製造多一點的 刺激素 是 那 Boron 這個 這個 金屬 這個 微元素金屬低呢 會導致我們那個 血管硬化 令到我們那個智力 我們的思路 思考得出問題 好了 還有就是吃魚油 OK 魚油呢 是多些魚油呢 可以減低我們那些 所謂經驗 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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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可以减低我们的三斤油脂 譬如你吃荷尔蒙药的时候 鱼油可以帮助你减低三斤油脂 当然要做到这个效果 你需要的份量都相当高 差不多要4克 当然有些人吃太多鱼油 胃会不适 可能有很多鱼腥味 可能会增加流血的时间 可能会增加体重增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如索性就吃鱼 三文鱼 macro herring 好了 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帮助 就是看着我们的甲上线素 我跟大家说过 随正年纪大 50岁以上的女性 很多时候甲上线素会开始低 甲上线素低 甲上线功能 会导致我们的骨骑松疏 会导致我们的胆虎唇膏 容易累 体重增加 便秘 皮肤干旱 头发会脆 还有很多经期 是不规则的 这些很多时候 都会被我们以为是一种 甲上线的症状 其实很可能是我们甲上线的问题 所以也要处理甲上线 好了 有时候我们要看看 我们这些潮烈 可否有其他因素引起 不是只是因为荷叶蒙的改变 有时候有些人喝杯热茶 或者喝威士忌 都可能会导致潮烈 例如戒烟 或者是减低香料重刺激的食物 或者有时候 小物类 牛鱼类的食物 和酵母类的食物 都很可能是会帮助我们的血管这方面的问题 是减低我们的身体的潮烈 是吧 好了 大家都知道 运动是非常之重要的 差不多所有的 那个肝炎期的症状 包括脂肪松疏 血糖高 就是糖尿病 中风 心脏病 送风危机 心脏衰竭 都可以用我们每日的运动 减轻的 我们的研究发现 如果女性每日能够 做30分钟的运动 是减低乳昂 是减低乳癌的风险 是10个percent的 如果一日做一个小时 是减低是20个percent的 那有些是举重的运动 是会增加我们骨质的浓度 那个钙的浓度 是 在这些接近 我们叫做 肝炎期之前 那些女性 那就会改善她的 那个骨质 那方面的钙 是增加13到13个percent 就是举重 大重量的运动 是会帮助我们整体的骨质 会增强很多 所以这种是一个很简单的运动 是一个经常性的 惯性的运动 很肯定是会帮助你很多 也会导致我们骨质松疏 所以有时的宽关节的翠裂 会减低我们这个宽关节的断折 是减低50%到70% 那当然 除此之外 很多草药 很多西方的草药 我相信中中草药 都是很多这方面的 有一个常用的 就叫做black cohosh 是北美星麻 这个是会减轻女性潮义的问题 情绪低落的问题 或者可能那个阴度是沽萎 即收缩肝 这样的 那这个我们也叫做 叫做phytocytogen 是植物的刺激素 那它也有种刺激 即是推动我们那个刺激素的作用 那在这方面 我们也可以考虑 这个这样的black cohosh 是我们身体的荷尔蒙里面 过去很多研究 是发现很大帮助的 好了 最后我们可以考虑 用針灸 或者用同类疗法 在我的临床经验 其实我医了很多 根延期的那些潮烈的问题 那它真的很辛苦 因为直接潮烈到发疯 那样的 它自己都说我发疯了 我看到汗都很厉害 那其实呢 我很多时候呢 我就用同类疗法 那在同类疗法这方面的效果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不错的 但是始终也好 如果一般的潮烈不是太辛苦 也都不是太过紧张 因为始终两年都会完 现在坊间流行一些天然的荷尔蒙 去代替这些荷尔蒙样 那是否真的可以呢 那其实呢 这方面的资料都很多 我也都看过有关的书籍 我也都去上过有些 course 那就是始终很多女性呢 都有一种感觉 荷尔蒙是代表 女性荷尔蒙是代表 女性的青春时间 对不对 那怎样都好 可不可以用其他的代替品呢 那其实呢 在很多方面的研究都发现 其实我们未曾有一个 真正可以代替的 所以很多天然的荷尔蒙来说呢 其实它的研究都不是很严谨的 所以我觉得呢 今时今日呢 我觉得大家都不要 不需要太过去追求这些工具 来阻止或者阻止一个女性的 必经的根源期的路 如果大家是处理得好 大家健康的话呢 其实呢 根源期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 是一个很正常 是很容易会过去的 一个身体的生理的现象 明白了 好 今集 多谢袁医生 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更年期荷尔蒙替代疗法的东西 那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 会请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袁医生 好 拜拜 拜拜